第二批湖北类包机 20号晚间从上海接回 231名滞留台湾民众 下飞机后 所有人都得先消毒量体温 做核酸检测 一连串检疫措施中 却发现一名大人及一名孩童 疑似出现呼吸道症状 有发烧情况 最后小朋友在妈妈的陪同下 三人分别乘坐两部救护车 紧急送医 其他人则是被送往新竹 湖口检疫所隔离 这是我跟妹妹的房间 新竹检疫所内部画面 也首度曝光 单人套房内 吃的用的一应俱全 明亮干净 让隔离民众大赞 环境真的好棒 另一头准备搭乘 21号晚间 最后一班累包机的民众 也早早就从湖北出发 前往上海 开心对着镜头又叫又跳 滞留湖北三个多月的小朋友 终于能返台 他和妈妈两人选择搭火车 买了卧铺 一路颠簸15个小时 20号19点35 从湖北宜昌坐火车 由于空间狭小又塞了两个大行李箱 活动空间少得可怜 男童最后更累到睡着 另一头还有人售出机票 一早就到武汉机场搭飞机 还有一家人花台币一万七 连夜包车急奔上海 路空接力千里跋涉 就是要搭上类包机返回台湾 记者张华林报道